如今不少孩子的梦想就是成为明星,但他们却不知道娱乐圈到底有多乱,而无打巨星成龙,或许是娱乐圈最为潇洒的人物了。 但由于他是大老级的人物,所以不少女星也都抢着和他交往,这也导致了成龙大哥非常被动,不非他开游货的女星,大家又知道多少呢? 能一,发冰冰,这位荣获金机奖的女星,竟然也没能逃过和成龙的合影,而记者的抓拍也是相当的了得。 当年反冰冰与成龙在舞台上的这个动作,至今都是网友调侃着对象,而这或许也是他们俩最想公关删除掉的照片了吧。 No 2,作为80号星星的姚心童,可以说是成龙大哥的了家呆杠了,2012年在十二生肖中是眼可口的他可以说性感迷人,然而在线下智慧的时候,他竟然主动把脸贴到成龙大哥身上,虽然当时是在聚会表示感谢,但到底是谁开谁的油,就留给大家去传模吧。 No 3,成豪作为爱男曲奇的标准女星,然而凭借粉红女郎与天龙巴不抱红的成虹,更是逃不过成龙大哥的眼睛。 当年在沈阳的一次活动中,成龙拥抱成豪的动作被记者们抓拍,虽然当时网友认识这是成龙在开成豪游,但从照片来看,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 No 4,景田 自从景田出演的警察故事上映后,他与成龙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,记得当时在此电视的手印里上,成龙大哥与他的手亲密的交叉在一起,虽然不这只是为了在公众面前显得团结,但这个由貌撕开得相当顺利成章,但不得不说如今的景田好像更火了。 No 4,王祖贤 他可以说是八十宅男的心中女神,早年他与成龙拍的电影也是精彩绝伦,而现下他们更是成为了好朋友,平时举动也都没有底线。 后来王祖贤 因为成龙的事,还与男友分手,从此便移民到了国外,据说,至今也没结婚生。 此,娱乐圈太乱了,而眼上的照片也可以说成龙是和所有女演员都与陆军战,绝不偏袒。 对于这样的娱乐圈,大家以后还敢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娱乐圈吗? 对于这样的娱乐圈,对于这样的娱乐圈好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